当然在那个 这个是程式码部分 另外在那个Manifest 还记得吧 我们有做过两件事情 可是除了说我要在这里要增加什么 增加那个 这个应该还有影响 增加这个之外 还要增加Permission 除了说Internet之外 请你 还要增加一个什么 Access Find Location 这个Find Location我刚刚讲过 就是取得GPS存取的什么 它的权限 许可权 如果没有的话 GPS也不会Raw 那Internet是 因为我需要地图 所以我需要Internet 除非说呢 以后Google Map呢 它改成什么 离线版 如果离线版的话 就可以不需要存取Internet 但是目前来说 一定要取得这个Internet 所以这边的话会需要两个 一个Find Location 一个是Internet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让大家了解 先了解一下这个 My Location Overlay 这个类别的使用方法 其实最重要的 就只有一个动作 就怎么样呢 去GET 其实就是取得什么 GET 这个 My Location 而已 不过你会发现 铺成一堆 其实这个感觉上 有点像 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 像有点像 这个有点像组装 不知道各位 聊不聊 他的用意 这个有点像 组装电脑 有没有 上面不是要插界面卡吗 这个界面卡有点像类别 你就 引用Inport嘛 就买了一个零件来 你要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有点像Inport 然后上面呢 你可能这个网络卡 你要去 做什么样的设定 可能在 它本身有个BIOS 你要传什么参数 设定好之后 它才可以去工作嘛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也要做一些设定 那其实 这种 物件导向观念 有点像在组装 虚拟的一台 应该不是 虚拟的一台装置 拼装起来 它就会有什么样的 效果出来 那这个App 其实有点像 虚拟的一个装置 它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 像我们这个App 就可以取得你现在的 位置 并且秀在地图上面 就是它的功能 我想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相关的参考资料 就在这上面 我看看就把那个 程式码 等下也把它放上来好了 你们等一下可以参考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知道吗 之前 是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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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凸 那